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台灣舞蹈王子 我叫李偉淳 首先很高興來到高雄著名的 Pasadena餐廳 首次參加高雄藝術博覽會的盛會 第一次在高雄在漢平酒店 舉辦這個藝術博覽會 集結了日本還有中國大陸還有台灣優秀的藝術家們 集結在漢平酒店還有博特區 做各方面的藝術展覽的創作還有裝置藝術 我很開心來到這邊跟大家一起交流學習 希望未來在高雄有更多藝術家的創作 不管是政府的企業家都可以大力的支持贊助 我們台灣的藝術家可以行銷高雄又可以放一眼 全球的一個目標的舞台展現 謝謝大家 這次來高雄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高雄的 是閻城區長大的小孩 那我自己是閻城國中畢業的 那是高中才讀了舞蹈班 那經過這十幾年來呢我覺得台灣這個 比如說我們這邊以前閻城區阿博厄特區呢 我覺得就是把這些老倉庫活化再生造 那我覺得經過大力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支持呢 那我覺得讓這邊的藝術的倉庫變成更有創意更有創新 那我相信未來經過大家的努力呢 相信會越來越棒的 未來呢我自己的團名叫做台灣舞界線舞蹈劇場 那我經常在不僅是在法古山表演 或是北京的故宮表演呢 接下來就是會在上海大劇院表演 還有紐約的歌劇院會上演蘇東波的舞劇 那請大家拭目以待 那高雄當然一定也會來高雄的未來的衛舞雲大劇院做這個蘇東波的舞劇 相信一定會給大家拱目相看 謝謝謝謝 我是高雄的在地人 那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個藝術界的活動其實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高雄這幾年來呢 都是對藝術的這個促進其實是不遺餘力 我相信在其他的這個 就是市民應該都會有感覺到 那其實藝術並不是那麼遙遠啊 即使說不是藝術家 可是呢有興趣的話其實都可以多多的接觸 然後讓自己的生活更美好